本场对谈宋子豪的具体诉求和目标是什么 你说一说 我自己的目标 一是放到一线教学 二当一个领导者 在未来如果是我们的云一社小科班开了分店 是否我可以去试一试 他想当小领导 分店长 对 分店长 其实我的理想就是当领导 就是不管是大的小的 这是我的目标 学习的努力上 责任心的这方面就是说想被看到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优秀的人 或者说靠谱的这种层面上来 我是可以的 我是有这个信心的吧 我发觉子豪就是一个 特别渴望被领导赞美的员工 认可 他特别需要这个 但是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其实领导者应该善用对他的鼓励和褒奖 也许再过十年 他可能自省的能力更强了 他可能会自我肯定 他可能自我驱动 但是我觉得在一个年轻的状态下 又何尝不是一种好的方法呢 只要是树立了早期的自信 在后续的发展过程里面 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法 因为我也是比较偏内向的类型 所以我会觉得在一件事情上得到认可了 或者是说他用鼓励的方式 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改正啊什么的 我会很快的就是到下一个阶段 然后去提升 对 其实赞美一个员工或者说批评一个员工 其实都是一门艺术吧 对很好奇赵总你会怎么样 我表扬的多 表扬的多 然后目标很重要 过程也很重要 裴玉老师说我目标感很强 我要带着大家去实现目标 这个地方bug出来了 你带着大家实现谁的目标 你带着大家实现大家的目标 还是实现你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管理者不能用自己的目标 吃掉大家的目标 不能用结果的目标 吃掉过程的目标 不能用经济的目标 吃掉情绪的目标 但是总归我觉得它两个有点错配 因为这个娃呢 要的又多又快 含糊半天说你看我的兰花掌也好 我的建议也好 你都看不见我们在一线的工作也好 这里面其实透着的东西是一种委屈 对 是在诉苦 而且它不是光是看到这件事 是看到之后的肯定 而实现我的那个后续的那一套 对吧 去当分店长 然后去能够带一线客 这个诉求绑在一起 它奇怪的诉求是我要管人 如果想管人的话 不要从这儿开始干 这种领域管人的岗位很少 那想要直接当领导 那还有什么工作 他可能不知道管人是什么 并不是你能够有控制的权利 而是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会不会他其实只是觉得就是 那个只是能够认可他 就是成功的标志 对 就小时候中队长大队长 我就是要 有可能他是这个至少认知 对 那就是这个子豪 他其实有这个野心是没错的 但是这个野心来的太早了 成就感来的慢一点好 领导要及时表扬及时激励 咱们作为员工 对于这个表扬与激励的迫切感 稍微不那么及时一点 这就容易配合在一起了 明白了 好